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因为听不见 让他在摆摊做生意的过程当中是遭遇到许多困难 幸好街坊邻居的热心帮助以及顾客的体谅支持 让这位无声的机牌英雄生意是越做越好 在今来为中度听障者 自民国83年以来便开始经营机牌店 当初由于女儿就读小学且岳父岳母年纪大而难以照顾女儿 因此辞掉了在台中的工作 转至台北开店与方便照料女儿 刚开店时 蔡金莱并不知道该如何与客人沟通 借着小一致的指导 以及顾客们介绍他们夫妻俩为听障人士 让客人能够耐心地点东西且手势清楚 因为他们是联雅人士 所以一开始在做这个的时候 很多客人都不知道他们听不到也就是没办法讲话 所以有时候都直接讲了之后就走掉 那他们常常就是这样受到很多困扰 一直等客人回来 然后才再跟他问一次 或者是用品点下来 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都不习惯 可是到后来像是越多越久 他们慢慢看得懂人家的语言 不知道他点的是哪一个 或者是很多客人都会开始配合就是用点的 然后比如说一二三次 那这样子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讲会慢慢的比较上走 而他想要鼓励所有的听障者 不放弃很多时候是能不能够成功的关键 一位脑部受损的年轻女孩 在一位教授的指导与鼓励之下 启发了她的绘画天分 她的生命没有被放弃 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并且创作了丰富而且色彩缤纷的作品 这种她本身她的头脑受损很严重 所以她就在六岁的时候 她爬起来完之后 她就送到起冲起职区 在她结束18岁结束 起冲起职的教育完之后 她没有办法继续升学 但是她会画一些土 当时候我就去买了两本的手语书 想跟她沟通 因为事实上她跟我之间 刚开始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那最后慢慢的我就带她出去外面 磨树皮啊 起单车 还有包括磨石头等等这些素材 让她直接的感受到 物质本身表面上的这个材质 我也希望指导她 如同正常的学生一样 到了2010年 我就希望智隆能够将她的作品 不仅在台湾 也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像这样子的孩子 我们如果用一点点的心去帮助她 她就可以在她的兴趣 或在她的领域里面 找到一条出路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 现在已经有超过5000名的公民记者 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 透过他们的镜头跟报导 让我们看到许多感人的小故事 希望更多人一起加入公民记者的行列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